世界上有很多土豪,每一位土豪的身家都有好几百亿,这些土豪发挥自己的奇思妙想,购买了一些非常奇葩的昂贵物品,这些物品看上去并不实用,但是却给人一种非常奢侈的感觉,这些物品都是什么呢? 本期视频探讨话题,七个亿万富翁的买的奇葩昂贵物品,钻石手机,有一位土豪,他非常热衷于购买手机,然而普通的手机却不能满足他的需求,他准备定制一款无比昂贵的手机,他通知了手机制造商,然后花大价钱定制了一部钻石手机,这部手机的苹果标志上面铺满了碎钻,手机边缘镶嵌了整整42颗10颗拉大钻石,每一颗钻石都价值连成, 这名土豪虽然定制了一款价值连成的手机,但是他却并没有使用这部手机,而是将手机放在了收藏室里,供人们参观。 克隆宠物狗,克隆养多利是一只完全由人类技术制作出来的生物,克隆技术是一种非常昂贵的技术,有一位生活在新加坡的土豪,他饲养了一只笔格犬,这只笔格犬是他最心爱的宠物狗,然而在一年前,这只笔格犬不幸去世了,他为了复原这只笔格犬, 聘请了专业的技术人员,准备着手克隆一只同自己的宠物狗一模一样的笔格犬,这一项目耗资百亿元,最终却因为科研进度拖延,而一直没有实现他的心愿,别墅狗窝,很多土豪都喜欢饲养宠物狗,在美国有一位土豪他非常喜欢自己的狗, 为了让自己的狗狗住上一个舒适的狗窝,他打算为自己的狗狗建造一栋别墅狗窝,这栋别墅狗窝的内部,富丽堂皇,有客厅也有卧室,甚至还有专门给狗狗睡觉的喜梦思床垫,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。 海底汽车,有一名土豪,他非常喜欢开汽车,除了在马路上开汽车以外,他还想要在海底开汽车,于是他聘请了专业的设计人员为他制作了一个海底汽车,他的这辆汽车既能在马路上行驶也能在海底行驶,非常酷炫,高层建筑物,有一位土豪想要制作一个特殊的房屋,他在市中心购买了一栋大楼,在大楼的顶部,他制作了一种非常特别的高层建筑物,这个建筑物的外观凹凸不平, 看上去别具一格。黄金厕纸,在迪拜有一位土豪,这位土豪想要制作一卷黄金厕纸,他购买了大量的黄金,并且聘请了专业人士将这些黄金打磨成薄薄的晶片,然后将这些晶片做成了一圈完美的黄金厕纸,实在是太不不可思议了。 雷路垃圾桶,LV是一个奢侈品品牌,很多土豪都会购买LV的包包,但有一位土豪却与LV的制造商商议,定制了一个对优垃圾桶,这个垃圾桶居然价值500万美金,实在是太让人感到震惊了标题。